大家好 我是駭魚眼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明朝1.3 黑暗奇藏金屬箱共22個 寶箱戰利品被避鄉黑海岸黑海岸全島太提之敵 是1.3版本黑海岸地圖的金屬箱收集 我們首先打開小地圖 來到黑海岸群島地上 這個泰提斯樞紐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在我們的左前方這裡 開架桿這麼快就在我們旁邊左前方這裡就有一個金屬箱 拿完之後在我們的 西南方向小地圖左下角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開架桿這麼快在我們的左前方這裡又能夠看到一個 拿完這一個之後在我們的 西北方向小地圖左上角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一直往前走走到前方懸崖邊 然後這裡就有兩個樓梯我們都跳下來 越不越兩樓梯然後往下看 然後 開架桿這麼快 在我們的右側這裡能夠看到有一堆箱子中間又是一個金屬蝦 配你有用 拿完之後在我們的 東北方向小地圖右上角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在前方在我們的左前方 你開架桿這麼快 左前方有一堆又是一堆金屬蝦 然後再在旁邊 有一個能打開的金屬蝦 是你打開之後我們 再打開小地圖 來 再傳送回一個樞紐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在我們的南方向小地圖下方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那這個方向往前走 不要動任何的其他方向鍵 筆直接在南方向 然後前方能夠上到一個小樓梯 我們走上來之後 摸摸 右前方走 然後開架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呢 我看到一個金屬蝦 打開之後我們 再傳送回樞紐的傳送點 出來之後在我們的東方向小地圖右方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能夠看到一座橋 馬西安 過這個橋 來到對面的橋頭 然後在橋頭的左前方 又能夠看到一堆箱子 然後其中有一個能夠打開的金屬箱 你開一下你的桿這麼快 來到橋頭 然後看一下我們左側 左設計對金屬箱子 有一個能夠打開的 是你把門打開之後 再打開小地圖 往上拉 來到 你就轉移意向鎖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方向小地圖右方 你開一下桿這麼快 在我們找到 這個前方的箱子 中間有一個 金屬箱 亮景 然後接著在我們的 西方向小地圖左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開一下桿這麼快 在我們的右前方那堆箱子裡 又是一個 心裡喜歡 接著在我們的 南方向小地圖下方 然後在我們的右前方 你開一下桿這麼快 又能夠看到一個 找到 這你有用筆 接著在我們的 西南方向小地圖左側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一直走到前方有一個 船頭 這應該叫 鍍口還是叫什麼 這個 鏡頭 總之這個的鏡頭 然後你可以開一下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又是一個 金屬箱 我們打開這個金屬箱 喜歡的嗎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 黑海岸地下的 能源中心 傳送點 傳送點 揣在我們 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我們過橋 過橋走上一個 小樓梯 然後前方我們 再走上樓梯 然後我們貼了右側 我們來到這個 樓梯的 最右側鏡頭 然後在它的旁邊 在這裡 你可以開一下桿這麼快 在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 金屬箱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是拿了 然後我們再打開小地圖 往下拉 來到愛多斯之境的 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我們依然往前 走上前方的樓梯 之後我們就停 好然後開一下 我們的桿這麼快 然後看一下 在我們的 就是 西方向小地圖左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開一下桿這麼快 然後在我們的 左前方這裡 能夠看到一個 因為你有用 變好 接著我們打開 小地圖 來到 謬誤 收容所的 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 南方向小地圖下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開一下桿這麼快 然後在我們的右前方 這裡就能夠 發現一個金屬箱 打開之後 在我們的 東南方向小地圖右蟹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開一下 我們能夠 趕這麼快的 下一場這裡 然後又有一個 貝尼有 依然是 東南方向小地圖右蟹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開一下 我們的桿這麼快 然後在前方 又能夠看到 一個金屬箱 金屬箱 拿完這一個之後 我們沿著前方的這個路往前走 我們沿著路走 然後開進我們的桿這麼快 找到 然後在我們的左側 這裡又是一個金屬箱 拿完之後 我們抬頭 在我們的 就是 西北方向小地圖左上角 我們要爬一下前方 爬到上一層 就是一個 兩個 然後再爬一下 爬上來 爬上來之後 開一下桿這麼快 前方就是一個 定定友情 接著 在我們的西北方向 小地圖左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開我們的桿這麼快 然後跳起來 前方樓梯 鏡頭 然後這裡 在我們的右前方 就能夠看到 我們打開這個寶箱 亮晶晶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再往下拉 來到金屬地 上方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我們往前 然後沿著前方的小土鹿往前走 然後開一下我們的桿這麼快 在我們的右前方 這裡有幾個小箱子 在這個土鹿的鏡頭 在這個右側 有一堆小箱子 然後這裡隱藏了一個 打開之後 我們再傳送回 剛才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 看一下西方向小地圖 左方 開一下桿這麼快 我們往前走一下 然後就能夠看到 在我們那個樓梯路口 這裡有一個 接著我們上樓梯 來到最上層 然後開一下我們的桿這麼快 然後你能夠看到這裡 在我們的右側有一個 印尼有龍牙門 再往前走 這裡又有一個 我們要見面的 那邊 我們要不要